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九仙小姐姐菲菲 我们今天请来了Alex还有Aden 来跟我们做一个八海山的测评 因为八海山是大家都很熟悉 就超市你可以见到的一个品牌 但是其实这个品牌它出了很多久 我就是我都我喝了一些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记住 八海山应该是个怎么样的味道 所以今天专门请Alex给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八海山到底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这个八海山是因为它有血水 它每年都能得到 他刚才Aden说是在新鸿县 所有好的酒厂八海山 也不能说是所有好的酒厂 大部分好的酒啊 有名的酒都在新鸿县 新鸿县那边水还有米都非常好 所以那边然后它还用血水 就血融化的水去制造八海山 这个是三年的雪藏 纯米单一年 它是把酒做好之后放在一个大tank里面 然后存在不是打冷气这些 是放在雪里面堆着 在那个雪的房间里 然后让它Age 因为八海山那个地方每年都有很多很多雪 所以它们雪就很多很充足 这瓶是一个八海山的大银酱 它的精米固化45% 磨到50就算大银酱了 磨到50就算大银酱了 那这瓶酒呢 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加了酒精 一个是不加酒精 纯米和不纯米 一个是纯米大银酱 一个是大银酱 然后纯米就是没有加酒精 大银酱就是加了酒精 OK 这两个都是大银酱 都是冰精米固化45% 只是一个纯米 一个是纯米 一个是不纯米 我们正好看一下同样的酒 然后加了酒精 和不加酒精有什么区 OK OK 好吧 这个是八海山的特别纯米原酒 原酒就是进水的意思 就是说没有用水 去把它的酒精度数吸食 所以这瓶酒的度数是17.5度 刚才的这两瓶的度数都比较低 大概就是个十五十六的样子 好吧 德索 这瓶其实跟这瓶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有用水去稀释 特别的米 我们不告诉我们米磨了多少 我们不告诉用什么米 就特别米 OK 可能是混着米 可能是用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米 都有可能 我的天哪 所以我们这个今天就比较有意思 就是试个两个一样 试个这两个一样 这个很好 这个好 这个是八海山的气泡酒 而且是个尼古里 尼古里是啄酒的意思 尼古里就啄酒 就是没过滤吗 过滤 但是没有过滤那么多 OK OK Let's try Which one should we start So the sparkling 我是加进去的是在 在在瓶子里面发酵的 对对对 所以气泡 OK 这个酒喝的时候不能晃 不能晃什么 它不能晃 Let's try 这个能闻出来一些阿可好 就是你要是按甜算的话 应该这个稍微纯米的会稍微甜一点 这个有花蜜瓜的味道 就这两个喝起来 side by side的 就能特别明显的感觉到 不是纯米的大营酿 就特别特别的浓米 特别香 然后而且它的酒精感 还是有一种在喝酒的感觉 喝完之后的回味 更加有酒精感 然后这个纯米就是真的 就是普通的那种清酒应该有的味道 就是水果味特别香甜 特别浓郁的水果 梨子 哈米瓜的那些味道 那个大营酱最贵的金刚心 啊 这个的颜色稍微有点黄了 这个好香 超级香 你管就想喝的感觉 一闻就是桃子的味道 嗯 蜂蜜 好香好香 这个到嘴里好绵 然后很香 这个好 这个到嘴里是花开的 而且它的度 就是感觉它这个重量 是在嘴里是有重量 有点在喝那种轻柔牛奶的感觉 对就是说就要浓稠 刮杯那种感觉的意思是吧 对 可能我说就是喝sake 我们也要像说我们用红酒配配配一顿饭子这么喝 就是开始你要喝那种清新的清脆的 然后中间呢你要喝full body就是有点重量的 然后比较饱满的 到最后呢就是appetizer就是变得甜甜的这种感觉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都按照这个顺序了 因为我们一开始吃饭的时候是嘴里是清的嘛 然后吃点清的东西之后配这个酒也是很舒服的感觉 然后吃饭之后我们差不多饱了就想喝酒了 就需要一点酒精感 有一点种精感有重一点的感 然后配饭酒就合适 OK 那最后呢我们吃饱了 就感觉一有未尽的时候再喝点甜的 啊就饱了 这个女人有两个味 一个甜点一个主菜 这个很甜其实 这个满甜的 因为她这八海腔还有一个八年血仓 然后我就一直很纳闷 我就问她 我说三年跟八年差多少 她说你要试过你才知道 所以我要跟她说 你下次一定要给我们带来试试个三年和八年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三年刚刚好 把她所有的味道都已经激发出来 等到八年的时候 她就很多味道就收敛了很多 就更加直接 稍微感觉裂一点点 我就度数更高一点 OK 这个两个精米不合还不一样呢 这个是60 这个是55 然后按说八海山 八海山名字的由来来了 她后面有写APEX 我说什么是APEX 然后她说八海山就是APEX 然后就一脸懵逼 然后就是说 她这个酒厂是在一个山脚下 那她从山脚下去看这些山 就有八个山峰 这就是八海山的由来 然后我们先看她的那个 她的酒厂就在这儿 然后后面有八座山 哇 风景非常好 非常油门 而且冬天的时候雪很多 有60个英尺 哇 60个英尺 所以比我们正常的一个 办公室的高度还要高 所以没有 没有加水的 日本有句话 酒叫Mizu Shobai 嗯 就是Mizu Shobai 意思是卖水 酒都要加很多水 然后再卖这个酒 但是她那个水是非常好的 所以大家和酒参在一块 就觉得非常非常好喝 喝进去之后 很想快速的咽下去那个感觉 嗯 就特别 就是口渴 口渴 开胃还想再要喝 而且她有一点点酸度在后面 跟我们刚才喝的这些 高级的八海山 不是一个味道 就是这个是配餐的 OK Let's try the Ginshu Ginshu Ginshu就很香 就是米香非常香 水果香也很香 没加水 没加水的 这个能喝到 Hapaya 木瓜 还有芒果 甚至还有 就是所有的热带水果的味道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米香 就是它那个酒精感 酒有酒精吧 有 有酒精 它带着它的 the alcohol percentage 会让你的舌头有 稍微一点点 稍微麻 稍微麻的感觉 Wow I like the Ginshu 这个能有一种 酒鬼在喝酒的感觉 而且它的那个力道很够 嗯 这个Ginshu 这个可以很 很好的去搭配 中国的食物 比如说一些很油的食物 一些很咸的食物 或者一些很酸的食物 川菜 川菜 So far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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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isine 四川 Cuisine 就是在你吃清酒的时候 或者说搭配食物的时候 你要不要这么高的酒精度 就不要选进修 要选这些 比较没有那么多酒精感的 会比较没有那么辣让你的川菜 好一点都不浪费 他说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泡泡 好多好多的泡泡 然后就跟开个可乐一样的感觉 米浆的味道 这是气泡的灼酒 我们通常要不就是看到灼酒 要不就是看到气泡酒 这个是气泡 还有灼酒 这个对舌头是一个很友好的感觉 蛇头 一下子全在bubble 有小小的湿 是粉斤的 这只是建议那种 你辣了 然后 newspaper 配合 软 会 wear 真的 似乎 这些喝清酒 就 Jos 那快点 就像自己 这个 真的 嗯,真的 這是,What's this? Oh yeah, so this is Corbin So what it does is, it traps the oxygen 這東西我還是第一次見 用了這麼多 Corbin,我都沒見過 還有 Corbin可以制止住泡泡的東西 這個還能把空氣吸掉 然後鎖住 Wow,很多Bubble 它這個你孤立不甜的,就一點點甜 然後它的米香很香 你再喝就變甜了 Really? 等Bubble揮發一點點,然後就變甜了 就是有Bubble的時候不覺得甜 沒有了Bubble之後就變得甜了 It's magic 就是你剛喝進去的時候 那個Bubble把你的舌頭就全遮了一下 我覺得後面還蠻乾的其實 後面,後面,就喝到後面 嗯,越喝越好喝 就最開始那一口是比較 比較扎舌 對,比較扎舌 然後再後來就是比較舒服,比較甜 好,那今天我們喝了那麼多巴海山 我從來沒有喝過那麼多巴海山 在我的生命當中 就天天看到巴海山,巴海山 然後也沒有機會喝 今天謝謝Alex和Aidan給我們帶來了 6瓶巴海山可以去品飲 我覺得整體感覺覺得性價比還蠻高的 尤其這個三年,好好喝 而且這個大金酒我也喜歡喝 然後這個時候也不錯 就是屬於那種平價口良酒 好了,我們這期視頻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視頻 記得給我們點贊關注 還沒有三馬進群的朋友 記得掃一掃 右上角的二維碼 我把你們帶到群裡面 我們去分享每天喝的酒 我們下次見了,掰掰 掰掰 謝謝